歡迎收看衛視體育台 為您實況轉播的日本職棒總冠軍賽 這是不是今年日本職棒總冠軍賽最後的半局值得注意 要看現在後援投手高金成虎的表現 高金成虎是接替先發的布洛斯 布洛斯投了八局只丟掉一分 那一分是林木一朗擊出了全壘打 嚴格講起來布洛斯在今年總冠軍賽 有機會拿下第二勝 有機會拿下第二勝 那就是平了日本職棒史上 在創無安打之後 來打總冠軍賽第二位投手 能夠投無安打 然後又能夠在總冠軍賽拿下兩勝 平了邊緣寬擊的紀錄 所以我想這半局對歐麗斯隊來講相當的重要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換代打的話 第一個上場打擊的是三壘手 第七棒的三壘手馬場 我們看看馬場有什麼樣的一個表現 是不是他可以在總冠軍賽 在第九局的上半製造一個高潮 讓自己的隊伍還有一線希望能夠來上去 這個贏得這一場球的一個勝利 我們看並沒有換代打 還是原先的馬場 那現在目前在場上練習投球的是 楊樂多隊的投手高金 我們可以看看在這種對決的情況 是一個相當有趣的一個對決 我們可以接下來拭目以待 看看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1993年 楊樂多拿下日本職棒總冠軍 擊敗這個西武隊 當時的高金城武就是最後一位完成投球的投手 第一個球他並沒有太閃躲馬場 去投一個直球內角進壘的一個好球 我們看高金城武在總冠軍系列賽裡面出場了兩場 投得也是相當影響 這個球從側頭來看 他雖然是感覺上在外角 但是他的尾勁會再往這個投手的右側再跑進來 所以在對打者來講 非常的這個難看到是好球壞球 我們可以看到剛才第二個球就是這種情況 又是一個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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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上次韓國隊有那邊跟他兩位得意的子弟 一個是田口壯 一個是林牧一郎 還是在彈笑風聲 希望能夠化解現在九級上半最後一次進攻的壓力 這個球應該是一個時間差的一個SINGLE 掉下去的一個球 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並不是好球 這個兩好一塊 雅布我想這個時候呢 他真的要做一些輕衝撞 因為他也知道這個鏡頭一定會一直常常照在他的臉上 可惜不過他這個第一位打者馬場的三陣出局 我想這個日本職棒的這個職業棒球員 雖然是這個職業棒球員也是相當老練的選手 但是在這種冠軍球賽真的很希望自己的隊伍這個得勝 我們看到三陣第一個打者的時候 這個古田自己都很興奮的舉起雙手 可以見了這個出局相當的重要 現在輪到第八棒的朴索三輪 我們看看有沒有寬上代打 是 還是三龍 出棒過棒 他一定是個好球 所以整個氣勢感覺上 行程一出局之後 氣勢感覺上 好像就在一直偏向楊二多 而不像昨天的比賽 九級上半一上來 感覺上還沒有 還沒有穩定下來 第一位打者小川博文就急出拳來打了 對沒有錯 我們看到畫面上是歐瑪麗的總冠軍賽 如果最後要那麼多 因為這一場比賽勝利 他有很大的機會拿下MVP 不過要贏球歐麗斯 還有兩次打擊的機會 我們看到高金球盡量都把球壓得很低 而且都相當的成功 我們看到現在畫面上是 慈善龍看盡量來照每一位 守備的一個選手 因為他沒有機會 再度贏得日本職棒總冠軍賽 就是歐瑪麗斯的土橋 在整個畫面上盡量帶到每一位的手臂 我們最後一個畫面 我們最後一個畫面 昨天的比賽是完全還沒有機會 帶到這些選手的畫面 就因為小川博文的全力打 而進入延長加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是中外野的范田 這場球雖然在一人出局 但是這個時候對投手來講 這個 兩人出局輪到了這個打擊 應該是輪到了這個尼爾 我想這個三陣相當的重要 因為在這個 兩人出局 並沒有壘上有跑者 雖然這個下面是一個長達者 尼爾的一個打擊 就算是他集出全力打 對這個養樂多隊來講 並沒有任何的一個威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投手高金來講的壓力會減輕很大 而且可以專心的來對付尼爾 讓他集出一支全力打 都沒有關係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壓力就減輕很多 所以他前面的第一個第二個三陣 對他來講相當的重要 第三個打者沒有 第一個球好球 進入 不過我們剛剛看畫面上的這個 仰慕 這個野村監督表情 比較像這個是歐麗斯的監督 表情還是相當民眾 這方面仰慕一直在 幾乎 不太想看到現在場上的任何一個鏡頭 對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兩人出局兩好球 搬到第九棒的 這個歐麗斯隊的擊球員是尼爾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準備衝出來要 慶賀最後一個封往一個鏡頭 我們看到現場的 雅樂多女球迷 都在祈禱 對 這個時候我想是 大家 雅樂多隊的球迷 大家最興奮的一個時刻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擊出拳雷打的這個歐麗 他的表情也相當的可愛 那這一次呢 我們非常謝謝這個 衛視體育團呢 為各位轉播這個球賽 相當的精采 如果今天結束的話呢 這個球 這個球就是總冠軍賽的一個 最後應該是最後一個球 古田東也認為應該是最後一個球 要準備衝上去 跟這個高筋陳武道貨了 沒想到 裁判認定是一個壞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看整個 雅樂多隊的球迷 還有球員啊 大家都很興奮啊 又是一個偏高 這個 無論如何都不能讓這個 米爾給出雷 沒有錯 因為目前的比數是3比1 只要有一個人出來啊 就是說等於在打擊的是 平分的這個打者啊 相當的危險 我們可以看到 雅樂多隊的這個休息室啊 每一個球員都準備 等到這個勝利的來臨啊 我們看看 這球打出一個揪啊 還是 這個尼爾還是非常有棒球觀念 一定要纏鬥到最後一球為止 對 這個球已經 他以為是推棒落空 所以彩帶提前丟下來 哇 結果這球是插棒球 所以古田敦也並沒有把球接到 所以比賽還要繼續往下進行 我想野村啊 這個時候應該是相當的高興啊 因為在他的領軍之下 今年又得到了這個所謂的 日本第一啊 就是總冠軍賽的一個冠軍啊 冠軍中的冠軍啊 我想他的子弟兵也好 他自己本人也好 都相當的興奮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球場都已經 丟出這麼多的彩帶啊 是不是 要比賽暫停一下呢 比賽要稍微暫停 因為 剛剛是一個烏龍 因為以為 以為捕手 插棒 揮棒落空 捕手接到這個球啊 所以外野的觀眾 不曉得這個球是插棒球 所以提早把 袋子 丟出來 這個袋子丟出來 是不是造成尼爾有喘息的機會 因為整個氣勢好像 一直靠在養樂多 那一邊啊 情緒非常高漲 這種情況下 會逼著 打著 在揮棒的選擇上面啊 會在 時間上面 比較 不夠像平常這樣一個水準 所以這時候 因為這樣提早丟出來 是不是 讓尼爾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值得注意 比賽起碼要 暫停一兩分鐘 這個情況 我想對 投手高精來講 並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因為 他從兩好一壞啊 一直掉球 掉到這個 兩好三壞啊 剛才這個球 如果說尼爾不揮棒 是不是就造成保送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尼爾打出了一個 扶手後面的一個界外球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兩好三壞的情況之下 又有這個球迷啊 這個 為自己球隊 雖然是加油啊 這件事情 對這個自己的投手 高精來講 並不是很好 因為我可以看到 今天這個 東京的天氣 並不是這個 像台北 這麼熱啊 現在應該是 非常涼的時候 而且 現在的時間 應該是 這個東京 還有十分鐘 就十點 等於是相當冷的一個 這個時候 對 這個目前在 場上投球的 高精投手來講 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原本這個非常緊繃 要準備慶祝了這個球場的氣氛 頓時因為剛剛這個彩帶丟下來 稍微冷卻了一下 對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位球員 都很希望趕快結束這個煎熬啊 因為這個七戰四勝啊 這麼精采的一個比賽 每一次都打到延長賽 四場裡面有三場 包括今天這場 雖然沒有延長賽 但是我想大家的精神也好 精神壓力也好 整個身體的緊繃啊 對這個比賽來講 都相當的 付出相當大的一個體力精神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很快 也很希望很快的 結束這場比賽啊 不過我們要看看 尼爾願不願意啊 現在球數還是 兩好三壞 兩人出擊 我們看到這一球 打擊出去 二壘方向 二壘手接到球 已經彩帶丟下來了 冠軍 你看到永樂多在慶祝他們的鳳王 對 都衝出來鳳王了 哇 一片彩帶啊 可以說是今年最不被看好的 拿到中央聯盟的冠軍 拿到中央聯盟冠軍之後啊 又拿到這個總冠軍的一個勝利啊 所以說野村真的是一個 不簡單的總監督啊 我們可以看到他慢慢的走出球場 跟吉祥物握手 你看今天這個贏球的大功臣布洛斯 他在總冠軍賽投出了兩勝 三位外籍洋將抱在一起 三位洋將在總冠軍賽 各自發揮他的功用 尤其歐瑪麗 可以說這一次總冠軍賽 有一個最大的功臣 對 我想他們 他們三位外籍洋將抱在一起 有另外的一個意義啊 是不是說 我們明年的這個合約 又收到這個明年的合約啊 我想最後把野村給丟上來 這是總冠軍賽必定有的一個清賀儀式 今年的總冠軍賽 楊樂多一個極大的一個比數啊 一個壓倒性的擊敗的歐瑞斯隊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一個比數啊 三比一雙方雖然安打數一樣啊 不過在失誤方面啊 最後力是稍微多了一點啊 所以在尤其在最重要的第二集當中啊 一個連串的失誤啊 最後這兩分這兩分就是最後輸選的分數 我們可以看到 布洛斯在鏡頭上 根本不用搶鏡頭啊 鏡頭都照在他身上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能夠看到 最後第五場的一個比賽 是 感謝各位 謝謝各位的觀賞 再見